嗨 我是阿俊 今天想要來做做看鹼粽 但因為我手邊沒有鹼油 所以想說用小蘇打來做做看 不知道會不會成功 做鹼粽的話用這種圓糯米 那洗乾淨之後我們泡一個小時的水 鹼粽的話我也沒做過 就先用一碗水加一池半的小蘇打 那邊煮邊攪 煮滾之後就可以倒回碗裡面放涼備用 綜藝的話找一塊乾淨的海綿 然後把它刷乾淨 因為上面很多的灰 所以要把它刷掉 你看這裡面的水超級髒 刷完粽葉也差不多過了一個小時了 那就可以把水瀝乾 我們先加30看看 那如果夠的話那個糯米就會變成黃色的 欸?你有吃過鹼粽子嗎? 飯粽黏在一起變成一個三角球 對對對對就是那個 我們今天就是要做這個 像以前啊 務農種庭的家庭 他們沒有這種什麼小蘇打水 所以他們都是拿他們的稻草 拿去燒 然後燒完之後就會剩下灰嘛 那個灰裡面就有這種 鹼性的成分在 他們就直接拿那個灰 去加在裡面 跟米飯在一起 然後它就像這樣變成黃黃的 讓它發生骨化反應 這樣應該可以了吧 拌完之後我們再加一點點油 反正就一樣嘛 湯匙 隨便講 第一次做 我也不知道會不會成功 對啊有變黃嘛對不對 嗯 裡面應該看得出來 嗯 那應該夠了 那如果 加三匙半 現在不能包滿 太滿了 等一下就煮一煮它就炸出來 還有空包 很像粽子 很像粽子 我也覺得很像 目前不說會不會爆胎 我們這個 減量夠不夠都不知道 很好 哇 太小了 太多粽子了 怎麼辦 大火 水滾之後 再轉小火煮大概 快三個小時 應該就可以了 挑一顆小的來看看 它煮好了沒 就決定是你了 欸我覺得有耶 先拿去冰 明天再來吃 看起來還滿成功的耶 雖然說沒有晶瑩剔透啦 但就是它有狗成一塊 那我來沾沙場吃看看 你也要吃喔 還滿好吃的耶 我覺得沒有什麼減味耶 那我弄一塊給你吃 嗯 加那個沙灘 好吃 一斤的原糯米 加三匙半的飽和小蘇打水 還有一匙的油 然後大火水滾之後 要用小火煮兩個半小時 然後出來就這樣子 好吃 我覺得減味不會很重 剛好 大家在家可以試試的做做看 再吃一塊 好 祝大家端午節快樂 掰掰